公安局要不批呢 你们会不会听公安局的这个命令 所长怎么不跟我们批呢 不是 说的如果 因为我得你搞认一下 没有不批的话 你说我们这些人政府怎么想办法跟我们解决 别光有一个打压 然后有点对我会出席上报 然后您呢 你们准备3月1号的基地点是国贸新世界 对 从那走着 一直到天安门 对 这个采取的形式是喊口号打横幅 对 然后有两个洒水车跟着 不是洒水车就拉着水 这种水的就是给大家喝水的 面包车 这个困境水是由谁提供啊 就是大家机子自己买 买来往上放 大家瞬间买 买来往车上放 然后3月1号到3月5号这4天每天都会有2到3千人去 嗯 嗯 差不多啊 因为这个人数 当天最高人数不超过多少人啊 当天反正朝阳地区的应该是差不多就3千3千人嘛 就我知道的啊 那别的区域我不清楚 比如说你们3千人去了 别的地方也都来了 这种可能有没有 这说不好 因为我得不到信息 我得到的信息是我这边是三千零几人 哦 嗯 行 那这个批不批我们最后就直接答复给你可以是吧 嗯 然后是这意思吧 我刚才叙述我的过程 嗯 是 哦 好 但是我希望要批 哦 没事你说 嗯 你说这都这么多年了 你看这个新访办 那个新访处到处都是摆设 都是一种欺骗人民 欺压人民 行 没有跟人民办过一点实事 行 我明白了 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徐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和各位友友在聊一聊 关于这个徐八子事件的后续 以及中国的访民 在北京申请游行 后果结局或是什么呢 聊到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大家都知道徐八子的事件呢 已经燃烧了有半个多月了 那么这件事情 在整个北京冬奥会期间 引发的关注程度 远远超过了冬奥会的本身 换句话说 那么冬奥会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 被彻底的蒙上了阴影 习近平现在被搞得灰头土脸 那么各种的传言 也在网上不断的流行 包括有讲说 彭丽媛为此大怒 要求彻查这件事情 当然这一看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一个臆想 一个杜撰 为什么呢 因为彭丽媛 是没有办法做出批示的 他的角色以及习近平 他本人的这种习惯 决定了他不可能会站出来 说做这样的所谓的批示 他批给谁呢 他将什么样的东西去批呢 什么样的文件上去批呢 因为他毕竟没有担任 所谓的正式的行政职务上的一个职务 所以这个说法明显的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设想 皇帝昏庸 希望皇后是一个贤德的皇后 这还是过去的古代的那种 期盼着明君思想的一种延续 因为据我了解的信息 彭丽媛在所有的政务上 对习近平的影响非常的有限 习近平也不允许他做任何的所谓的干政的工作 所谓后宫不可干政 这些是中国传统统治当中的一个习惯 当然将吕后武则天包括后来的慈禧 这都是几千年来的个案 大部分的时间后党是不能够干政的 彭丽媛也没有例外 那么2月17号白天 一个重要的消息传出来了 江苏的调查组 江苏省委的调查组成立了 要对丰县生育八子女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彻底的查明真相 对有关法律行为严惩 对有关相关人员进行责任的追究 简单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就要全面的调查 彻底的调查 那么 江苏省成立这个调查组 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事件 还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中央这个层面 因为如果达到了中央这个层面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是应该由江苏省委来查的 因为他在属地封县做了很多的工作 没有查清楚 然后徐州又查也查不清楚 徐州就在江苏的省会 对吧 那么江苏省委你就在省会 你看自己的市政府成立的调查组继续的为底下去隐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真相 那么江苏省就能够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来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但是为什么不是由中央直接的派调查组来 国务院派调查组来 联合公安部一起来调查这件事情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如果动用整个的国家的机器运转调查出这个真相来 并不复杂 然而现在中央还没想趟这个浑水 尽管渔情汹涌 但是中央还没有想趟这个浑水 希望借由江苏省的这样的一个调查 看看对民意再测试一次民意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看看民意怎么表达 也许通过这次事件 上次抓了两个 一个把他的丈夫抓了 一个把他一个所谓的拐卖他的桑某抓了 这些东西并没有平息晚民的愤怒 那么是不是下一步 再抓几个官员就可以平息 所谓的民怨 使这个事情被压制下来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评判 但是肯定江苏省委的这个调查 最终会让有些官员会倒霉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网上前一段也还在传言 就是说中央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 到达了徐州召开了现场会 然后对相关的村镇 这个包括县市的相关的领导 进行了一番的批评 认为他们给中央找了麻烦 我认为这个剧本呢不错写的不错 貌似听起来呢也都像 中共的一个官场上混迹过的人 他来发明的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是不是真相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我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是假的 但也我也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是真的 听起来合情合理 包括整个的语言的这个逻辑 也非常的符合整个中共 体制内他们的这种官话的这种说话的这种方式 但是是不是就是真相就是这样 现在还不得而知 还需要假以时日我们来判断 那么这件事情还在延烧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网上在微博上又有了一个 女大学生被一闷棍 结果他17年被拐卖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又在不断的散步 那么这个一个好吃懒做的老光棍花了120块钱 就买来了一个大学生 而这个大学生就像徐八子的命运一样 他也不能够逃离他的这个村 这样的一个新闻再次的引发了网上的这样的热议讨论 其实所有的人但凡有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 在中共的治下这种人口的买卖这种贩卖 他不是一个个案 也不是今天一个所谓的17年120元买的这个女大学生 他和徐八子都属于故案 他们不是只是被曝光曝光出来的个案 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冰山的一丝大量的没有被发现的 没有被曝光的案子比比皆是 我想讲说的是 今天在貌似已经非常强大的中国 把奥运的开幕式办的如此的华丽 如此的震撼 但是就像一件有狮子的棉袄一样 表面上光鲜亮丽 里面却是让你非常的难以忍耐的那种刺养 那种让你难以忍受的那种痛苦 所以我们说金玉其外败叙其中 就是中共中国治下的中国最好的表证 很多的人呢 很多的包括普通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些渔民 我就是中国的这些渔民 常常为中国现在的这种所谓治安的非常的良好 包括所谓的现在中国蒸蒸日上 包括自己强起来富起来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们面对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他们往往采取一个沉默的态度 他们往往还会想办法找理由 说这只是个案 这只是 这只是整个的 所谓的瑕不掩孕 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只是有一点点的瑕疵 这不构成什么 大趋势还是好的 这样的人比一比皆是绝大多数 所以面对这样的人 我们的确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特别好的办法 就像我们开始看到的这个视频一样 这个视频呢 很好的就体现出来 我们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还处在一个非常渴望有青天大老爷的 这样的一种幻想当中的一种心态 整个的所谓的2000年的这种专制体制 就是培养出来的中国人 只是希望出现一个清官 只是希望出现一个传说中的包涨 能够为民申冤 那么这个视频非常有意思 那么他们想 曹阳有3000个人 需要在3月1号去示威游行 进行申请 那么这个申请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居民有言论的自由 结社的自由 出版的自由 有这个游行的自由 示威的自由 那么这种说法呢 只是停留在宪法上 但真正的意义上 有哪一次中国人申请游行被批准了 除了被抓 就是被监禁 所有的 只要你提出申请游行的这个人 终生 从你申请游行那一刻 那一天起 你终生 所有的 你的出行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重点的关注 你就成了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 你就会成为整个中共维稳的对象 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多少呢 大概有差不多20多万 换句话说 你今天有很大的勇气 站出来说我申请游行 那么从此之后 你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隐私 国宝会天天的盯着你 你的手机 尽管大家说手机已经根本就 已经是罗伯的状态 但是你所有手机的信息 所有的你自己的出行的信息 所有的交往的信息 社交的信息 都会被关注 特别是到了重点的日子里 一定会有国宝到你家里来 一定会被重点的被照顾 照顾当然是打引号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大家就应该了解 所以就应该知道 在中国很多的事情 只是写的 写在纸面上的 他并不可能真正的去执行 就是满嘴人以道德 一肚子难道哪昌 其实这是对中共的高层 最好的这种写照 为什么我说貌似这个基层的 派出所的所长沟通 态度非常的良好 很多人都这么评价 他的态度非常的良好 但是这只是所谓的 这些维稳机器当中的 他的一面 他知道你在录像 他必须展现出他这一面来 因为如果不展现出 这一面来的话 就是给自己 又再次的会给所谓的 中共的上层来找麻烦 他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程序的 但是他是百分之百的 不可能批准你去游行 特别是在三月份 这马上开两会了 你开玩笑的吗 不是 所以这也是更好的打脸 证明中国的人大代表 他不是民选的 民选的人大代表 你还需要在那个时候去游行吗 因为民选的人大代表 他就会把相关的问题 拿到国会上来去讨论了 如果是民选的代表的话 他肯定就在所谓的这个两会上 他就把老百姓的这种苦难 拿出来讲了 有吗 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民选的 他是被指定的 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多人包括对那些个北大 现在人大 包括很多的大学联合起来 他们去请愿要求彻查 徐州八孩事件 这个事情本身呢 你说是错吗 当然不是错 这种爱国的热情 这种干政的热情 当然值得保护 但是他们唯独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他们的方式方法是错的 因为他们和这个所谓的申请游行的这个大妈 一模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寄望于有一个更高层的清官出来 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件事情 之所以今天中国出现这么多的恶性的事件 这么多的不公平 这么多的人间惨剧 其根源就是在于这些统治者 就是在这些上层 不是在底层 因为是上层 他们所有制定的这套体系制度 才打造出了下层的这些基层官员之恶 包括培养出来了这样的一些刁民 这样的一些坏蛋 这样一些实恶不赦的这样的一些人 根在上边不在下边 你现在底下出了问题 你指望着这个巨大的罪恶制度的制定者 去能够给你翻盘 这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这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这简直就是在和魔鬼讨价还价 你在和魔鬼讲要成出小魔鬼 他什么时候会成出一下小魔鬼呢 是因为威胁到了真正的魔鬼的利益的时候 他可以象征性的拿几个官员去记齐 但是真正的这个制度之恶 他的本身是来源于上边 不是来源于下边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多的我们的 不管是大学生也好 不管是这些所谓的访民也好 他们都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 他们花费了一年两年三年 甚至一辈子的时间 希望通过到北京去上访 来解决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冤屈 实际上这是不太可能解决掉的 还是那句话 这个冤屈的造成不是别人造成的 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我说的他们 这个他们指的是中共的高层 是他们造成的 所有的底层民众的这些悲剧 而这些底层民众还寄望于他们 这些个所谓的这些狗官们 高官们高高在上的这些官员们 能为你申冤 实际上就是非常的幼稚 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可笑 很多人还说这个大妈的勇气可嘉 起码她也懂法律 我觉得这个勇气 如果用在了真正的去和这个制度去抗争 而不是真的低下头来向这个制度示弱 才是真正的勇气的表现 比如说像许章润 比如说像最近站出来的这些个批评敢于出来 批评中共体制的这些知识分子 包括劳春燕 包括了颜格林 包括了周孝正 所有这些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有勇气的站出来 来和这个制度进行公开的叫板的这些人 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勇气者 那当然也包括了就是任志强 他们本来都过着很好的生活 优渥的生活 因为他们有一颗怜悯之心 由于他们对底层的民众有着彻底的这种了解同情 所以他们才敢于站出来发声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所以我想讲说的是 所有的寄望于所谓的江苏省 为能够查清楚徐八子事件的 这样的一些善良的人们 还有比如说寄望着通过这种申请游行能获得批准 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朝安街进行游行的这些人们 包括寄望着能够中央一级的所谓的青天大老爷 能为他们申冤彻底的铲除 所谓人世间的这样的各种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有抱着这样的一些幻想的人们 其实他们都是太天真了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源头 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 只不过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而没有真正的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中共的策略是你头痛给你一脚 脚痛给你一头 他们的做法不是说真正的来解决问题 而是最终会解决到提出问题的人 这是所有的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 所以最终能够推翻这个政权 颠覆这个政权 还政于民让真正的老百姓能够掌握权力 发声才是最重要的 我最近忘了我看到一个帖子讲的非常的好 一个真正的以所谓的人民为中心的社会 将所谓的西方的民主社会 他是不会天天把为人民服务 把所谓的以人为本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的 这之所以挂在嘴边 就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以人为本过 因为西方民主什么是民主 本身这些个官员他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的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话连讲都不用讲 每天都要讲我在为人民服务 那么一定他有其他的别有用心 或者足以证明他们只不过就是来骗小孩的 所以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就会知道为什么西方社会从来不会讲说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人家干的事情就是每天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为你不为人民服务你就得要下台 而中共天天讲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天天实际上都是人民在为他们服务 好了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